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GT秀村方平 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个房子是一套为GT秀村市中心的一套房子 这个地方呢,它的地理位置比较好 是在两条高速公路的交叉口 并且它的价位是相当的实惠的 是30万美金以下的一个价位 这个价位区间还有高调厅 然后比较适合在市中心上班的年轻人或者是小家庭 以前我们叫市中心的房子不是特别多 因为有很多的家庭都会选择外面的这些Single Family这种别墅来居住 那选择市中心的这种房子呢 可能就是只是在周围上班的人比较注重 当然了,如果你买这样我今天介绍的这种市中心的房子 它的价位又比较好,位置又比较好的这种的话呢 不管是投资还是自住都是比较好的选择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这种房子是什么感觉 如果您在苏斯顿有房子想卖出 或者是您有房子想买入的话 欢迎联系GT苏斯顿地站团队 我是G,我们现在看房子了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房子是一套在市中心的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是比较适合一个小家庭 或者是在市中心上班的房子 它离赖西大学也很近 房东也是赖西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房子是什么感觉吧 然后这边有一个门 我们打开门进去就到了这个房子了 这就是开门进来 小猫来啦 一开门进来是这样子的 因为这房子是三层的 市中心很多这样的三层的房子 都是这样的一个构造 一楼呢 是有两个房间 这边一个房间 里面还有一个房间 我们先来这个房间看一下 整个房间的面积不是特别大 但是它的构造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这个房间的这边有一个小院子 然后这是一个储藏室 我们可以出来看看这个院子 我们可以出来看看这个院子 哎呀我天 打开门 这就很尴尬 我们可以出来看看这个小院子 一点点 但是还是有院子的 空调机在这边 它这个草会重新修好 这样是有院子的 因为市中心的房子不是都有院子的 这个有点儿院子就很不错了 这个房子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 然后我们再往里走 就是另外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就相对比较大一些了 这是一楼的房间 那一楼的旁边 是一个一楼的洗手间 打开灯看看 这就是一个一楼的洗手间 房东的维护是很好的 这些地方啊 几乎就像没有用过一样 还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这个房东也是一个白领 他比较忙 每天也没什么时间来收拾货 但是也没怎么用过这些东西 然后这个房子呢 一楼是涂层的地板 二楼全都是这种木地板 而且都是石木的 看一下 全都是这种石木的 一上二楼之后呢 这边还有一个小阳台 这是二楼的 所以整个房子的采光非常好 这是外面的一个小阳台 二楼的 之所以老要介绍这种房子的采光 就是因为市中心的这种小别墅 挨着实在是很近 你看这是邻居 所以它的采光就非常的关键 是至关重要的 这个房子是亮堂 一点问题都没有 然后呢 我这边看就是主这个厨房 厨房带窗户 在中国风水上呢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冰箱 旁边是pantry 然后呢 这边这个空间就是一个餐厅的位置 再到客厅的位置呢 会感觉更敞亮 因为这个客厅是一个高条的 是中心的这种别墅 高条的客厅是非常非常的少的 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亮点 这个别墅不仅是高条的 这边还有一个天窗 所以整个房子采光是特别好的这种 这个房子的这个窗户呢 都是实木的 宽实木百叶窗 这点升级 也是可圈可点的 宽实木百叶窗 这就是二楼的一个构造 二楼是客厅和餐厅的位置 现在我们就去三楼 三楼是主卧的位置 地板也全都是实木的 我们现在到了三楼的主卧 主卧的面积是最大的 那个地方就是主卧的衣帽间 我们现在来这边看一下 它主卧这边呢 还给了一个空间 是做office用的 一个小书房 这样如果您在这个地方 可以办个工什么的 然后就可以直接去床上睡觉了 这点设计还是很精妙的 怎么说呢 总体来讲 这个房子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这种 这是主卧的洗手间 两个洗手台 然后马桶 然后有一个超大的一个淋浴间 但是这个主卧洗手间 是没有浴缸的 啪啪打脸 人家浴缸在里头 这是浴缸 然后浴缸的旁边就是淋浴间 然后整个浴缸泡完澡之后 出来直接可以淋浴 都不会哩哩哩哩水在外面 并且呢 这个淋浴间的这边是有一个称呼的 这就是整个房子一个构造 三个卧室 两个洗手间 有两个卧室在一楼 二楼全部都是活动的空间 三楼是主卧 就是这样的一个设计 好了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子位于的位置在哪里吧 这个房子呢是位于休斯顿中心的这个位置 在这样的一个位置的一个房子 那休斯顿其实最中心的位置就是这一块 这就是赖斯大学和休斯顿医学中心 就是MD Anderson医学中心 也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癌症中心的这个位置 它离着赖斯大学非常近 离着医学中心非常近 就是这样特别近的一个位置 房东也是在赖斯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然后他们也是在这附近上班的一个人 所以这附近上班的人来说 这个位置特别好 特别是房价特别低 只有28万4千9百9 然后他的这个物业费特别低 也就是养房成本特别低 因为养房成本一个月的物业费只有54块钱 现在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立位于 比如说中国城的距离 那他离中国城有23分钟的距离 再比如说他离赖斯大学 这个地方离赖斯大学就13分钟就到赖斯大学 特别近 穿过这一块就到了 所以确实是上学呀或者工作都特方便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离医学中心 比如说 8分钟的距离到MD Anderson某一个医院 这只是拿了一个医院距离 因为Anderson医学中心附近有很多的医院和医学的这个中心 所以他这个位置真的是非常的好 并且呢我们现在还可以看一下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房子的位置是在这里 然后呢其实这个房子的附近 比如说像赖斯大学附近的这些房子 这一块特别的贵 都是便宜要100万出头的 贵的就几百万的 因为这附近就是很多高知啊 很多大学教授啊 很多医学教授都是住在这附近的 那像这个医学中心包括这一部分 我又画出的第二部分 这个地方还是淹水区 但是他即便是淹水区房子也都在一两百万之间 并且房子都是价高的 那我们之前看到这套房子呢 这个位置就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如果您对这样的好位置的小房子感兴趣 欢迎加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们 我是DD 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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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